来到Finterview的环节 这一节请来嘉宾 王国英资产管理创办人王国英 早晨Alex 早晨 你好 讲一下近日环球的焦点 先要讲一下美国大选 都谈一下美股 在美国大选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消息 困扰着市场 因为特朗普被枪击之后 正式获提名为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 近期见特朗普的胜出大选的机会率 亦都因此而大幅飙升 现在华尔街近日热门的一个持背 就是这个Trump trade 特朗普交易 讲一下这个Trump trade 因为之前其实特朗普在做总统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市场出现一个Trump rally 未来是否如果他真的上场 或者那个胜出的机会急升这段时间 那个Trump trade是会继续呢 先讲一下特朗普的交易是怎样的呢 包括就是大家都会留意一些 有特朗普概念的股份之外 另外还有Tesla也是大家留意的 还有就是金融或者消费金融股 因为可能会受惠放宽 这个金融资本的流动性 还有就是放宽一些监管的 相关的天然气的生产商 可能都会是一些受惠的股份 还有就是一些受惠于 贸易保护政策的半导体的生产商 种种的这些板块 开始都见到有些资金流入或者炒作 Alex觉得是一个短暂性的情况 还是大家其实开始压住 但对于未来这个总统选举的结果 有一个启示在呢 我想现在都还是会反映这个Trump trade 这段时间都会 就是动力都会挺强的 其实Trump trade 除了你说的那些 还有Bitcoin 甚至乎你可以说 香港都是Trump trade的受害者 也都有太阳流股 也是Trump trade的受害者 所以这个强弱 都是根据这个胜算去部署的人 我想这段时间都会继续 这样的两極化趋势 其实你见到最初大家都是觉得 是美国独大的 因为甚至你看其实除了 香港受害者之外 其实那些盟友的股市 其实都是下跌的 唯独美股那里是好的 所以大家都暂时来说 是把钱疯狂压住 Trump trade 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看过往大选年 美股通常上升的次数都是比较多的 如果我们以标普500指数为例 1928年至今23次的大选年 6次是下跌的 7月17次都是上升的 再加上市场 对于9月的减息的预期一路升温 觉得9月都会启动减息 又有大选的结果 配合减息的预期 未来美股今年剩下的时间 走势上是否都乐观呢 而且资金是否都会持续流入美股 我觉得都是乐观 但应该会散开去 因为你看这两个罗素2000是狂抽的 也导致是跑赢纳指 因为他们之前是跑输很多 而且我觉得减息是一个Trump trade 的想法 不过长债不厉害也是Trump trade之一的 其实你见到结论就是Trump trade 就会令到那个Yield curve 就是拉斜了 这个也是对刚才你说的金融股有利一些的 我觉得这些人都会继续看这个情况 就变成了美股其他的板块 可能是会追上来 因为如果你看罗素2000那些中小型股 其实他们需要减息多一些 而且他们就长期落后了很久 所以现在你刚刚开始pick up 其实还是OK的 但是大行的看法好像觉得 短线美股都会出现一个调整 虽然见近期其实不论是大的指数 或者是中小型股譬如拿数2000 隔晚都抽升了2%了 近期其实都一直在升上来 但是大行的看法就是觉得短线美股 或者会出现一个调整 譬如我们讲大摩 分析师都觉得美国总统的选举 始终都不明朗 所以在第三季 美股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 说回调幅度大约是一成的 叫大家可以趁低吸纳 后市大跌的机会不高 但是八月可能或者第三季 就会是一个机会 另外就是季绩表现差 也是一个因素 觉得美股在八月 都会有一个回吐的压力 Alex 是不是这样看呢 因为季绩表现差这个因素 我们先讲一下 因为刚刚开始 就是银行股出来的业绩都相当好 比如高盛 还有他就觉得 大摩觉得美国总统的选情 始终不明朗 所以在第三季 会出现一个这么大幅度的调整 但是都是在讲一成 其实是不是都真的一个 算是不算大幅度的调整呢 还有是否真的在第三季会出现呢 Alex 觉得 如果你说指数出现一成的调整 就已经算是有多大幅度的了 就是我们很久没有见过 也都我们不觉得 现在的期权市场是price 这个东西 如果其实策略上 就可能你要不就买一些银行股去保护自己 或者是你等它第一天开始下跌的时候才再算 我觉得是好过你在这儿自然猜 它会跌很多 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差那样东西 比如航空股虽然业绩之后是差的 但是其实对整个市况来说 影响不是很大 那我想现在的人都是很成熟的 就是你会看一些可以 一些不行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害怕业绩差这样东西 其实我觉得你是对着一些平民百姓消费 就是不是像Costco那些那么厉害的公司 其实那些中产阶层消费的人那些股票 其实可能是相对危险 例如好像刚才说的Delta Delta Ally那些类似那种 就有点害怕的 但是其实你整个市场来说 就觉得不会很差的 还有你一两成回吐 就算Nividia跌一两成的时候 其实那个市场来说 都不是真的那么矮 没有跌到那么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不是很容易出现一个全线一起回的情况 但是真的出现的时候 可能第一棍才开始做准备都不迟 但是做准备上面 你觉得应该是怎样做准备呢 就是怎样可以对冲回这个风险呢 首先我觉得避开刚才中产阶层消费的股票 这个全世界都不是很流行的 现在也是流行 面对企业的资本开支的股票 是多过面对那些人去消费的股票的了 现在整个大潮流都是这样的 那些公司可能业绩是相对高 可能会差一点的 那么就 另外就可能是 你就是 天天在看着 就是市场那个大概的VIX水平 那如果是跌得多过VIX预期的话 其实就开始可能会有一个拆仓了 那可能到时候的跌势就会转急 但是如果你说的一路以来 都可能是慢慢升的格局的话 那其实你太早股也都无谓 就是如果你说的一些看淡的言论的话 那仿真他们在5000点的时候 已经觉得类似的事情 只不过那个理由 跌下来的理由不同了 就是他们觉得会调整的理由不同了 但是到现在真的跌下去5000点的时候 它已经叫做趁低吸纳了 所以我觉得又不需要太早去 胡亂猜的顶 或者胡亂猜会有调整 其实是避开一些弱势 就是我觉得不合潮流的板块就可以了 但是在一些强势的板块 或者合潮流的板块 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刻继续部署呢 因为近期美股 科技七雄就继续强势 譬如NVIDIA 都股价继续在高位里徘徊 虽然波动性很大 另外Tesla也是 股价又连升多日 你看回科技七雄为首的ETF 都是继续继续有破顶的情况 上次Alex你上来都说 那些钱其实集中在这些大股上面 但是最近都开始看到 反映那些钱是流进去中小型股 刚才你都说过罗素2000一直在抽上来 但是这个情况是会一直持续下去 还是一个短线 资金只是短线的轮动的情况 我觉得会撑开一点的 因为这次终于大家觉得 减息周期会开始 亦都真的挺大机会会开始 所以那些钱是可能到一些 需要减息的股票那里 我觉得那个rotation 其实是会长一些时间 我们不知道最后会多久 因为始终长远来说 一定是那些大股是优胜很多的 但是一个可能是有一个季度的rotation 其实是一点都不出奇的 我觉得这个策略上 就保留一些大股持仓 但是如果是加仓的话 就可能是在一些 就是所谓价值股那里考虑是好些 短期来说 就应该是两者要拿一个平衡 不要像在之前那样 就可以倒进去那几只股票就算了 现在就应该是打散的 还有那几只股票就可能是 维持在高位那里盘整 就不会很特别有动力 我觉得都会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是想追捧热门概念的话 好像说这两天 其实市场全部集中在美国方面 但是譬如日本或者台湾的股市 反而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大家太过集中 是美国一个独大 其实这些盟友的市场 应该都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美股 大家的钱集中了 都是在科技股身上 你刚才说到日本 台湾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是不是都是留意 相同的板块 这些原本手作的主题 台湾就是 台湾是因为硬件製造 因为以前台湾的人 觉得是一个代工島 就是为苹果卖命的 但是现在就因为Nifidia 扭转了这些东西 觉得他们是去到AI 那个核心价值链里面 现在最值钱的那一部分 所以台湾就可以买一些硬件製造商 那依然都是最热门那一堆 日本就打散的 日本就因为其实 开始的旅游也会变化 也都Netflix 和富士那些加强合作 其实日本的文化 推出的世界都会越来越厉害 那就变了 就有多些不同的选择 也都有一些各式各样不同的film 譬如一些国防那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多元性是多一些的 但是台湾就真的是热门股为主 好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这次我们暂时谈到这么多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和Alex谈一下 究竟港股又有没有值得憧憬呢 稍后回来见 三次 计划 心里面 真的是 你 心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